小时已瘦 从前有两个小时已瘦 个头大的是哥哥 个头小的是弟弟 哥哥的个子比较高 长着长长的鼻子和毛茸茸的大尾巴 弟弟的模样嘛 呃,反正他是哥哥的弟弟了 弟弟很崇拜自己的哥哥 他梦想着有一天能像哥哥那样 把蚂蚁们当杂耍 还可以做出很高很高的塔 弟弟常常想 要是自己也和哥哥一样能干 那该有多好啊 哥哥常常带着弟弟一起玩 他总是对弟弟说 好好看着啊,跟我学 这一天呢,你也会和我一样聪明 勇敢又强壮的 不过,有时候哥哥也觉得弟弟挺烦人的 比如说用尾巴吊在藤蔓上当秋千吧 这么简单的动作 他都来回做了好几遍了 可弟弟还是学不会 哥哥不耐烦地说 你能不能不把你的嘴巴拱得那么高啊 这一天,哥哥正坐着平衡练习呢 弟弟也在一边跃跃欲试 他不时地探头探脑,摩拳擦掌 看着点,你这个笨手笨脚的家伙 你这样晃来晃去的,是想让我摔下去吗 哥哥终于忍不住叫了起来 果然,话还没说完呢 兄弟俩就纠缠着摔到了地上 你别再跟我学了,行不行啊 哥哥冲着弟弟大声嚷嚷着 走开,走开 哼,我去找我的朋友玩去了 我们去一个他不敢去的地方 这样他就不会跟着我们了 哥哥对他的朋友水豚和鲨鱼说 我想到了,我们去大安山吧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去吗 弟弟问道 哥哥说 那怎么行呢,你太小了 哥哥和他的朋友们跳过一根又一根大大的圆木头 在茂密的灌木丛中穿来穿去 又顺着一条湍急的小河漂流而下 然后他们跳过了一个深深的峡谷 哥哥高兴地唱起歌来 我们聪明,我们聪明,我们强壮,我们多么地勇敢 终于,他们到达了美丽的大安山 忽然,树丛里传来一阵沙沙的声音 吓了他们一跳 哥哥哥小声地说 听,那是什么声音 大家小心啊 弟弟大声叫着 哦,原来是那个讨厌的小家伙跟来了 哥哥松了口气,冲着弟弟叫道 快点,快点走开 突然 一声巨吼 一只豹子从草丛中跳了出来 水豚慌忙地钻进了一个地洞里 鲲鱼把自己卷成了一个鲲 原来,它的身上有硬硬的壳呢 这下,就只剩下哥哥了 他怎么也找不到可以躲的地方 完了,我的鼻子太长了 我的尾巴太大了 天哪,我怎么办呢 救命啊 就在这时 一个身影从树上挡了过来 啊,原来是弟弟 快点,哥哥,快跳上了 弟弟大声叫着 终于,他们脱险了 你真是世界上最勇敢的弟弟 哥哥给了弟弟一个大大的拥抱 嘿 他问道 你是怎么学会树藤荡秋千的 是你教我的呀 弟弟说 我一直都把哥哥当做榜样的嘛 在回家的路上 哥哥教弟弟怎样穿越峡谷 还教他怎么用尾巴砍断树丛中的荆棘呢 后来,弟弟实在累得走不动了 哥哥就把他背起来 朝回家的方向走去 哥哥的心里充满了自豪 因为自己有一个这么聪明 又强壮又勇敢无比的弟弟 从那以后 不管哥哥和朋友们去哪里 他都要带上弟弟 是的 任何时候都会带上他哦 记录想要带上